也許不算太過荒唐 媽的三隻要把裡面給我撐出來 不送去 小玉 想往哪跑 還怕我 號外號外 鐵穴少將 早批南邊割局勢力 無日入主封城 號外號外 鐵穴少將 早批南邊割局勢力 無日入主封城 雨露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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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板 言归正传 并非我拖欠为款 只是你那批西药 出了大问题 前阵子吃死了人 四指家属 闹着要等报告你呢 此话当真啊 按理说 反而我应该向你所为 可是我看你一切女留 在生意场上不容易 便替你将这件事情 压下来了 可是李老板 您从我手上拿的 可不是什么西药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中药 我这有出货记录 您要不要轻轻给我募一下 不用 你看我太粗心了 冤枉你了 李老板 别介意啊 我一直很欣赏 李老板这样的女中豪杰 为了我们合作愉快 看看这辈 我马上付请为款 好 可是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银票 你看要不你跟我去银庄走一趟 没问题啊 哎 李老板你怎么了 李老板你喝醉啊 我想你去休息 你们看好 不许任何人打好 好 来 你 你不是晕了吗 和和气气做生意不好吗 非得用下药这种卑鄙手段 封城不过巴掌大的脸 为了这点钱丝铺领 值吗 李老板 你说的对 是我猪的猛戚 您大人有大量 你看 为了我已经负清了 真情 谁啊 干什么 你们是谁 在干什么 好久不见 嫂嫂 好久不见 谁说 怎么 见到我很惊讶呀 你回来了 谢谢念你过得好吗 别在这里跟我加星星的索文语 哦 我 现在应该叫你雷用恩语 你以为我还会像以前一样愚蠢 相信你的学生家义 真是我见有脸 你知不知道谁看呢 没想到这几年不见 你竟然变得如此下见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你也没必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你干什么 段轩主 我是你嫂嫂 你是我奶门子嫂嫂 你不过就是个悲劲恶毒的女人 你放开我 我一直把你当亲弟弟看待 亲弟弟 那我就让你看看 我是不是当年那个被你耍到团团转的亲弟弟 你放开 放开 你只要是因为我要对你做事 可真是有你失望啊 不杀你是我对你最大的人赐 毕竟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 你和你爹做的一切 不要再提出我嫂子了 我听着恶心 林文宇 我们还会再见 小姐 小姐在哪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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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算找到你了 你没事吧 是不是那个李老板跟你做了什么呀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刚刚出去的那个人是 小姐 你刚才为什么会直接杀了她 这么容易就让她死了 怎么对着起我断天的血液还宣传 走 去我这 这里才是我的家 让底下的人给我修缮一下 我要帮回这里住 是 老爷 你都烧干净了啊 快点快点 手机都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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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帮过来 帮过来 爹 娘 我回来了 害死你们的人 我会让他生不如死 跪在你们的灵堂前 为你们 生死 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你们 别打了你们 住手啊 我长点眼镜 小姐 怎么办我们的药全都被毁了 我们雅仁堂是哪里做的不对 得罪了几位官爷 怎么是你 林文宇林老板 我们的药都来路清白 并且早就在杨才猛的报备过 是准许经验的 杨才猛 杨才猛是个什么东西 林老板 我提醒你一句 这条线已经被少将切换 少将就是这条线的规矩 你说的少将是 段寻初 守队 守队 让开 小姐 段寻初回来了 想不到 他居然回来了 可你毕竟曾经也是他未过门的嫂子呀 他就是臭我来的 我必须去他上场 忘记过去 少将为何独自一人 可否赏脸供饮一杯 你要是再敢碰我一项 我不建议把你丢出去胃口 哎呀 好了啊 在军校时没有女的都算了 现在来到这个封城你还这样 难不成是有什么朋友 我说 在军校时我是你大哥 光是败了把子的凶 难不成你要做王 回来了吗 对了 我爹说 他正小有事去运转一趟 等他回来 就给你我解决 替我谢谢你爹 给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名预 抱歉林小姐 少将今天设宴招待客人 不方便见你 麻烦您能不能再帮我通报一声 我不会耽误少将太多时间了 好吧 少将门口李小姐要见你 让他等 是 啊 林小姐你不能进去啊林小姐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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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少将可以给我几分钟时间吗 对不起少将我现在就把他带走 放开 谁让你进来 你谁呀竟敢闯林少将 谁让你动的 滚 少将 能给我两分钟的时间聊聊吗 怎么能这样欺负一个女孩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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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来找我干什么 为什么派人杂威压人堂 为什么难道你心里不清楚 你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吗 这一切 才刚刚开始 寻初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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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不管 孙副管 这么千年你都去哪了 段家出生之后 所有人都要无音讯了 那是前段时间 我在封城都知道管家的消息 我在他那 都知道段家差点被命运的真讯 是谁 是谁 是你的嫂子和他的父亲 是他们泄露了段司令的心错 二少爷 我知道你很难相信 那是你看看这个 家出检案了 现在把你都说 还有我寻家惨死的人 是你还有你爹 我在想这个梦魂黑手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全都推到你身上 还有我爹的血踪 究竟是怎么暴露他 盛初 你有没有想过放下这一切 离开封城 安安稳稳地过完这一生 现在段间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怎么可能离开 你现在不走的话 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听明白了 什么意思 老帅的行踪 确实是我透露的 苏玉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行踪泄露 我全家都死了 小心 老帅 快走 你会用来了 为什么 你不是说这一切都是你和你爹做的 你为什么要救我 少自作多情 我只是觉得我欠段家的 我当初到你们段家室外的荣华富贵 但是你看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石不果腹躲躲藏藏 他要被你连累的当名换姓 我受够了 你走吧行我求你了 你这么一个 这不可能 你再骗我 你再说一遍 你害我说多少遍 就是我爹和我做的 你听懂了吗 快 同学配置都不会原谅的 我早晚一天 我会让你付出担心 你没有资格跟我提一切 你怎么别正现在这个样子了 这一切 不都是拜你 还有你爹所赐吗 我的好嫂子 我去找人给你拿身衣服 我去找人给你拿身衣服 你换上 然后给我滚出去 不要再让我看透了 刘小姐 如果你想活命啊 去早点离开 干什么呢 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啊 我去这么大 不过就是个心机恶主的女人 留她一遍 因为好戏在后母 倒是你 对她挺关心啊 是 是 小姐 林小姐还在外面 他还没走 她说一定要等到你 不知死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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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训初 确实是我开的门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是谁 我只听见脚步声 然后我就被撞晕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训初 你一定要相信我 声出 把滚 小姐你回来了 小姐 你怎么了 是不是段寻处欺负你了 我没事 小姐前些年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咱们隐姓埋名回到封城 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查清真相 为老爷翻案 段寻处他一回来就找你麻烦 不行 我一定要去找他说清楚 他现在恨透了我 我快小心他 我只有查清真相找到证据 才能替爹洗刷冤屈 少将有令 查封养人堂 你都给我出去 等一下 你凭什么 少将的命令 你看 不能这样干什么 没有烧将的允许 雅仁堂不得开个营业 再看到事 连你们一起带走 小姐 他们也太欺负人了 别碰我 我还装着了 徐叔 为什么停车呀 徐叔哥哥 你不是说今天要陪我逛街 是不是我向段家磕头赎嘴 你就能放过雅仁堂 还有我店里的火箭 徐叔哥哥 他是谁啊 是小姐 一个心机深深的人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少将刚回来就想搭讪啊 既然如此 那本小姐去陪你玩个游戏吧 又是玩开心了 我去帮你给徐叔哥哥说说好话 徐叔哥哥 我们这么多年没见 你说好了今天要陪我逛街的 你不过食言吧 副主管 给我去找套绳子来 我想看看 这位小姐的腿要怎么大 就 往后面吧 既然你不知死我 搞坏我的好事 那我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我 想清楚 只要你能放过雅仁堂 还不开车 如果你现在不走的话只有死路一条你听明白了吗 什么意思 老帅的行踪确实是我投入的 死闻月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行动泄露我全家都死亡 什么时候一圈圈脱了 全都被你掀开看不完 透过太阳突然那时段 还有什么绝绝要喜欢 我还以为你是天使守护我的天使 看见我所有样子 直到现在 孙孙关你怎么回事 开车都还没有怀疑了 加速 你终于脱离了现实 我听见山海人手 全都因你选手 躲进你口海角 不停不见你温柔 于是敞开最后的拥抱 你去从风水中逃跑 我看见海外出望 还以为来日方程 亲手不清风浪 你却总让我心疯 多么光荡让我学会点了 自己的重要 我听见山海人手 全都因你选手 躲进雨后海角 我听不见你纷扰 于是敞开最后的拥抱 你却从风水中逃跑 我看见海外出望 还以为来日方程 亲手不清风浪 你却总让我心慌 多么光荡让我心疯 这 凌处 我这里休息 我看见 宋玉 成什么 说出来 我给你动过 宋玉 你怎么 别碰我 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血型假意 我们一起那么预设 你怎么了 让我看看 你也碰他 你没远点 他脸色很不对 你让我看看 还不走 你想看他死吗 烧酒 我让先生捐我用 你身体到底怎么回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是你 你说什么 你身上怎么回事 不是要看吗 满意吗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当年你把我像丧家之前一样赶走 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吧 那今天的这一切 全都要谢谢你 我 李维远 收起你这副罪恋 既然我能活着回来 你就要为你当年所做的一切 付出代价 对不起 我要怎么样才能补偿 补偿吗 补偿了 你请我断价 拿你这副命都换不利 不过 你可以像一条狗一样 扔尽了 过来 过来 给我擦身体 过来 跪下 这不可能 你再骗我 再说一遍 就是我爹 跟我做的 你听懂了吗 快 继续 是 够了 够了 看给你现在这个样子 从今天开始 留在我身边龟龟当一个玩物 我要让你生命如死 还替我断架所有人水不水 明天陪我去参加宋镇远的接风夜里 寻初哥哥 我听说你吐血了 你怎么样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 什么 寻初哥哥 你不吓人 你怎么样了 要不要钱 没事 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走 寻初哥哥 明天接风宴结束之后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 寻初哥 这是下人刚熬的中药 您吃热喝的吧 寻初哥 您真的打算明天去赴宋镇远的宴会吗 我担心 是鸿门宴 当然有情 明天全封城的百姓都会知道我安然无恙的回来了 来报我断架灭门之仇 我倒要看看 幕后那帮人还坐不坐得住 刚回来就开始破气他的前事 这有一个エ拉人 我怎么能看 没关系 这就是 不 那 前面 我 这么磨蹭 是想让我上楼请你吗 到了那你跟说什么 不用教你了 我知道 宋将军 宋将军镇守封城 老苦功高啊 来我敬你一杯 哪里 宋某还要多多仰仗主会长 和各位老板才是 主位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各位光临 让我们这儿 同病生辉 在此 我敬大家一杯 祝大家玩得愉快 你知道自己是哪个耳朵 我知道 他是哪家的手 我怎么前面就不知道 我就是今晚这场街风宴的主角 铁驴少教都要寻出了 我在身边的女人是 哎呀寻出 五年不见都场自我大 宋叔叔都真不出你了 宋叔叔 别来无恙 当年要不是您接手我爹的军队 恐怕这支军队 早就散了 那毕竟是短子里的心血 当年你不是所宗 我便让老杨暂时代管 现在你终于回来了 许叔回来了 怀宁 说来也巧 我膝下无子 前些年正好碰上 无父无母的怀宁 他聪明名利 我便将他留在了宋家 宋叔叔 若不是您收留了怀宁 我又怎么会有一个 这样陪我征战沙场 立下汉堡功劳的好兄弟 寻初哥哥 寻初哥 你怎么样 好点了吗 我没事 他怎么在这里 他不是你家下人吗 正好求你办 我来晚了 各位 模样尽快 老杨 你可真是个大忙人 让我们好等 这不是我失踪多年的大侄子吗 这么多年没见 杨叔叔还以为你早就死了呢 那恐怕 真让杨叔叔失望 老杨 杨叔叔跟你在玩笑呢 大侄子 听说你一回来 就到我那条街上闹事了 杨叔叔 我记得 那条街原本就是段家了 杨叔叔替段家带回账都 您信我 哈哈哈哈 杨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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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大夫来 我就是大夫 宋先生 你头怎么了 我就是多年以前的老婆 很久已发了 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 你把他先扶到旁边休息吧 来 来 我好了 好像了吗 都行了 让诸位看笑话了 爸 我先视频一下 赶紧休息一下 我说你怎么这么眼熟呢 这不是哑人堂的林老板吗 杨才某 林老板 我真是女中豪杰 结了婚 不好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却跑到生意场上来抛头露面 现在和陌生男子在一起 都不避嫌了吗 你结婚了 是 我结婚了 你结婚了 是 我结婚了 怎么回事 大侄子 自己女伴的底细 你都不清楚吗 我去换件干净衣服 先视频了 我先视频一下 结婚 这才几年你就领寻新婚 你不是说了你这种嫂子吗 谁允许你改嫁的 我就是改嫁又如何 这个你要管吗 我就是嫌你 又人嫌你 不知廉址 不受福度 你不是一直不认我这个嫂子吗 怎么现在又嫌我给你们断嫁丢人了 少将请自重 你果真是一个自私又相亲的女人 这事不配得对一丝同情 你还能做得很辛苦吗 这样做你心里就真的会开心吗 你越是难受痛苦 我心里就越是舒服 少将 您跟她纠缠得太久了 属下提醒你 别忘了这次回来的目的 做好自己的事 我心里有数 什么人 我猜猜 沐医生 什么人 段寻出 小兔崽子 你想断反吗 我问 你答 十年前我段家出事 是否与你有关 我呸 你疯了吗 敢污蔑我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我的人马上就到了 你就等死吧 少将 少将饶了我们 都是他 都是杨森梦的意思 杨森梦让我们杀了段家 你们敢污蔑老子 说 是谁指使你的 是不是苏慕 苏慕 小兔崽子 姚中你今天杀了我 别开枪 我说 我说 十年前 保护手下 站住 别跑 苏慕 苏慕 苏慕跑了 杀人灭口 才一个姻 苏慕就起不可难了 杨森梦是你杀的 有什么问题吗 当年段家出事之后 是宋振远受编了段司令的军队 交给杨森梦代管 你想说什么 你不觉得奇怪吗 接着说 也许他还列有所图 宋振远的事 我自有安排 你不要多过前世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替你父母二人赎罪 我会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 杨森梦 昨晚被人杀了 谁干的 难道是段寻初 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但是他一回来 杨森梦就出事了 难道此事会与他无关 他已经在查到你的事情了 你要加快速度 否则迟早会查到我头上 我知道了 少爷 外面来了个女大夫 说是来给您送药的 女大夫 是 快请他进来 是 请 宋先生 林小姐 你怎么来了 昨天忘记给你留药方了 我担心里头疼复发 所以今天赶紧把药方送过来 林小姐有心了 还麻烦你这么大老远跑一趟 去 照着林小姐的方子 把药进了 是 宋先生 你头疼又发作了 那正好 我帮你按一下吧 有劳林小姐了 宋先生 你这个头疼的毛病 还是经常发作吗 我以前脑袋受过重生 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回来 还老了病个人 天一冷就终于偷疼 已经很多年没犯过了 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听说 您是宋将军的养子 是他救了你吗 那他是个好人 不仅救了我 还受咬了我 并且还送我去了军校 林小姐 我有件事情很好奇 那次在上将府 我看你和寻初像仇人一样 可昨天你却又以女伴的身份 陪她去参加晚宴 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你们在干什么 寻初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头疼 我来看看你 反倒是你 你在这里干什么 段少将请你放手 我只是在给宋先生看病 看病 寻初 林小姐是好心来帮我送药方 你们之间要是有什么误会 就好好说 别把她弄疼了 宋先生 我去厨房看看你的药怎么样 有劳林小姐 你对宋怀宁这么阴气 该不会是看上她了 准备偷回送抱吧 林小姐 我 如果你如今被别人误会在这里偷情 就把嘴闭上 林小姐 林小姐 林 我怎么锁上了 林小姐 请你自重 你不就是想跟男人纠纳不清吗 怎么 我就不能是那个男人 你说 嫁给了哪个眼下的男人 我丈夫是段玄瑞 满意了吗 往来这里只是为了查真相 查真相 查真相需要给宋怀宁楼楼包包 什么楼楼包包 我是个大夫 我只是帮他按一下头而已 你自己都所作所为呢 告诉你 你就好老实一点 收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再接近送家 我接近送家 怎么找证据交给你 找证据 现在还喜欢终晕了 头会送抱 林文宇 小众套 小姐你这相价挺好看的 新买的吗 好看吧 爹从国外给我带的 给我这身衣服当当 我现在让爹地给你买一套 小姐 那个女人怎么在她怀里啊 就是 你醒了 你给我换的衣服 你以为 脏成什么样子 还陪我亲自给你换衣服 做什么 好吃的 你 一个医生 连自己发售了都不知道 头疼脑热 对于我来说 从来都是什么大事 难道你的身体就不是大事了吗 赵不保系 随时没命的日子都活下来了 还能有什么大事 那几年中的挺辛苦吧 如果知道是今天这样的结局 你可怎会后悔 后悔又能怎样 我全家惨死 我这一生也放不下 你叫我如何原谅 我这配子都不会原谅你 我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继续冲 对不起 就算你恨我入骨 我也要替段家保全你 让你好好活下去 林小姐你醒了啊 烧酱呢 烧酱从昨晚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喝了一夜的酒 寻初哥哥在哪 快去通报 就说我来找他了 宋小姐请留步 烧酱正在房间处理公务 吩咐了今天不见客 我还想找个骑马呢 林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啊 等会儿 你身上穿的是寻初的衣服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林小姐应该已经结婚了吧 怎么还一大清早出现在别的男人家里 平川 给我把寻初哥哥的衣服脱下来 宋小姐 且不说我出现在哪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 你不是也一大清早就出现在别的男人家里吗 林文宇你什么意思 你竟敢在我面前放死 宋小姐什么意思 我就什么意思 林文宇 林文宇你什么意思 你竟敢在我面前放死 宋小姐什么意思 我就什么意思 林文宇 我 你们在干什么 寻初哥哥 我想来找你一起骑马 不知道哪句话得罪了林小姐 孙副官 长江 送宋小姐回复 寻初哥哥 林文宇的事情我自会出你 你先回去吧 宋小姐 请 对着宋正远的先亲大胆出手 我还真是想看你了 他先动的手 林文宇 你是不是忘记了自己什么身份 他对你动手你又能怎么样 你要是没别的事的话 我先告诉你 你接近宋回宁 不只是为了查线索那么简单吧 少将以为如何 我喜欢他 想当他们家儿媳妇 所以才接近他的 林文宇你躲死 你放开 放开 我给你两个选择 挖了你爹的木杯抱着他 在我段家老少坟墓面前忏悔 第二 我送你去我厅坐机 自己选 我选择死 想要死 我偏要你活着 我要你活着生不如死 我要你父女二人为我段家赎罪 不要 真的够吗 你们一家贪母虚荣 屈也复世 借由你提许摩依旧杀我全家 拷勇你 杀人重心 你欺负我段家 这辈子还就行了 你觉得你这些年过得苦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 你觉得我过得好吗 你要怎么了 你身体到底怎么了 你要是想报复 你也得有命才行 我死了 不照顾你 你死了谁给我证明清白 你轮循出 你怎么又磕起来了 药好了 您要不要先趁热喝了 慢着 我看一下这个药 注意 灵温宇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话 你的药有问题 药�厂在哪 Cast 这就对了 这几位药材都有止血疗伤的作用 但是加在一起却是相克的 你这样长期服用等同于慢性中毒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治这样的 回到宋城之后 那这个人为什么要给你下慢性毒 而不是直接杀了 显然是我身上和他想要的东西 你现在要想一想 断家出事之后 谁才是最大的收益者 这件事不需要你插手 我已经派人将老宅修设完毕 既然你这么喜欢 以断家遗松的生存自居 那就搬进来与我一起住 你让我搬进断家 这样就方便你每天会在祠堂面前忏悔 我不需要忏悔 我一定会自称清白 你不需要 那你认为 你那作恶多端的父亲需要 这么多年我们相依为命 难道连一丝一毫的信任都没有吗 你有什么理由跟我提信任 我的信任 你问问你自己 我不配 不如好聚好散 这样我不舒服你也不痛快 我不痛快又能怎么样 你就是死 你得死在我手里 我希望你到时候能主动搬进府里 如果是我去请你 后果你是知道的 小白 啊 没什么 跑这也没 哎 这两个小子还是跑得真痛的 行贿的线索还是一点都没有伤 走 那边看去 走 当年我跟那班雨的人追伤 似乎听到过有人提过盈库 司副官 你是否知道断家盈库的事 司令刑军多年 自然有不少钱 但是放在什么地方 我确实不知道 少将 你是怀疑 难道我家差点被灭门 真的跟这位盈库有关系 少将 我这就去查盈库的事情 那宋片远那边 我自己查 您放心 下药的人全都处理干净了 断学术查不到的 断家盈库查得怎么样 目前还没有线索 查 查得被我做了 是 小姐 晚上还有家宴 那我给你书装打扮一下 什么家宴 一群人血雨为一 简直无聊至极 也不知道我的寻出哥哥 现在在干嘛 小姐 少将他公务烦忙 他不来找你 你可以去找他呀 请他来参加家宴 这样你也不会太无聊 上次去找他骑马 结果那个林文宇又在 小姐 那个女人 就是个卑鄙的下人 哪能跟林想起并论 少将到 寻出哥哥 寻出哥哥 你怎么来了 文贞 上次让你扫行人归 我今日是春生来找你配布施的 一点小礼物 布施合不合你心意 只要是你送的 我自然喜欢 寻出哥哥 晚上爸爸在家里举办宴会 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他看到你肯定我很高兴的 有了 太好了 周将军 感谢您的验情啊 哪里哪里 这属会长和各位老板到来 让扶上同比生辉啊 爸爸 你看我带谁来了 有 君叔来了 宋叔叔 君叔来拜托你了 好啊好啊 这是我特意让人从国外带回来的一箱红酒 宋叔叔 您品鉴一下 好啊好啊 君叔 你太有心了 一点小心意 好 明川 把酒搬到后面去 是 跟我走吧 今天正好你们都在 其实我早看出婉珍的心意 我有个提议 君叔 我想将婉珍许配给你 不是你意下如何 爸爸 你说什么呢 君叔 你若是做了我的女婿 我也算是对老段 有个交代了 宋叔叔 我跟婉珍多年不见 这个提议 怕是有点突然 可能会吓到婉珍 我们可以 再相处一段事情 好好好 你们年轻人 有自己的相处方式 不过 可别让我失望了 来 我们开席吧 大家请入席 请入席 请 别看 这笑什么话 请 坐 坐坐坐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你 你出来 老爷 给眼神堂打电话 请明小姐过来 快 是 宋先生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好多了 你又帮了我一次 以前那些医生 对我的冰毒束手无策 只有你才能让我 缓解冰毒 医者父母心 看你舒服些 我心里也好受 最近治病事常发作 令我苦不堪言 林小姐 你是否愿意 做我的家庭医生 当然 手机方面 也一定会让林小姐满意的 我就看药好了没有 你 整个府里就这间房间上了 搜 看来这里就是机有室 房间上的房间上的房间上的房间上了吗 宋先生 时候不早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好 林小姐 我送你 林小姐还真是手腕了得 连这个电样子都不放过 完正 注意分寸 你有什么几个数据 宋小姐 你是不是手段不行了 每一次都自己送上门 林文宇 够了 我送你 说过而已 寻初哥哥 你刚刚没有听到他说什么吧 你不管管啊 不劳烦少见了 我自己走 怎么 非得送怀宁送你才行 寻初 你别这样 警告你 我快点上车 宋先生 我先告辞了 好好珍惜你的病 你以后什么人往家里流 宋明明 早点回去休息 我看你以后还是不要叫我妹妹为好 毕竟你不是我的亲哥哥 你每叫一声妹妹我都觉得恶心 你还真是伤感着 我怎么了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当宋怀年的家庭医生吗 我跟你说过 我接近宋家完全是为了调查 调查 怎么调查 这样 还是这样 你又要干什么 怎么 换个人就不行 你今天不是去看药吧 你是为了调查吧 你已经开始对宋家起义 是不是就说明 你早就觉得我爹是无辜的 我失去查线索了 查到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 你地中是最大的嫌疑人 我现在是宋怀宁的家庭医生 接近调查的机会会很多 你身份不方便 只能我去 这是端家老宅 才九成 我来 你干 他们快走 我 不要 回来 啊 我 没 我 今天早饭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你放心吃吧 没跟你吓动 姐姐 这是什么呀 这叫蛋酥 是这里的特色 来 快尝尝 好吃吗 更好吃 你还是把精力 都好好放在你爹方案上 我这么做只是不想看到 我还没有自重清白之前 有些被别人堵死 不吃了 你慢慢吃吧 我去下方 小姐 也回来了 怎么样 段行初有没有为难你啊 我没事你忙去吧 嗯 都说这哑人堂是封城最好的一家药房 我倒要看看这里的药到底有多利 宋小姐怎么来了 可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我来拿药 就是不知道这玄无济湿的哑人堂 究竟能不能出个 宋小姐请先坐 一桃 把宋先生的药拿出来 好的 宋小姐 这是什么呀 这是按照药方给宋先生调理身体的中药 中药 你们雅仁堂明明是西药出名 为何给我家少爷开的就是中药 宋小姐 你不是来看病了吧 这件事干什么 我现在怀疑你的药有问题 老真 你这是干什么 小姐明明是专手给你拿药 你为何吼小姐 明明吃两片西药就能药到病毒 他非要给你开中药 就是不准让你好 你说 你按的什么鞋 宋真 不可随于无缅林小姐的清白 请你立刻向他道歉 你 你们两个 是不是早就够得在一起了 宋真 我都会 送我怀你了 你不过就是我爸从外面解来的一介养子吧 怎么 还真以为我把你当哥哥呀 怎么 莫非 你还想对我动手 你就不怕我回去告诉爸爸 宛真 不要再胡闹了 闭嘴 你这一种 最好甚至送我家滚出去 掉了 自我万真 雅仁堂不欢迎你 灵敏 玉桃 送客 请吧 快逃 林小姐来了 两碗馄饨好嘞 别忘了放大油啊 好嘞 宋先生 你和宋小姐一直都这样吗 他想来任性 你这个不是很喜欢我 我在宋家 并不能像满真一样最新总与 也不是我假日被监人做害 虽然在包厂里做起到我意见了 但有些事情就不记得 也是那时候想到我意见 林小姐 我们的馄饨 谢谢 老板 马上回饭 好嘞 宋先生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尝尝吧 这个馄饨可是我吃了很多年 对了 我可以向你文语吗 当然可以 吃吧 文语小姐 您说的 我之前真的是说什么证 这不能真的好吃 喜欢吃的话 我们先去过来吃 好啊 你还真是不能做什么 叫安分生气 许初 你干什么 我警告你 离这个女人远点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段许初 你要发什么疯 你放开我啊 你放开 你放开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离送怀宁远一点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自由 自由 你是不是我的人死 是我的鬼 这些都是你记得我的 你弄疼我 你要干什么 你就这么想跟别的男人 不相不处 要你开始送怀宁远什么 密嘴 他能给你 我都可以给你 还是说是个男人就可以 段许初 你就是个疯子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冷血无情杀人如麻 没错 就算我一身罪孽 我也要拉着你跟我一起 我会放过你 你也更别想逃离我 你现在简直陌生的让我害怕 你还是我当年认识的段许初吗 两年的段许初早就死在了 你跟我花精气息的那个笑 我当初到你们段家是为了荣华富贵 但是你看我现在天天过得什么日子 实不果腹躲躲藏藏 还要被你连累的更名唤信 我受够了 你走吧 行吗 我求你了 没有我的允许 你再敢跟别的男人围来引起试试 好了 怀念 今天就到这里了 你刚蒸酒完还不能吹风 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 那我去不送你了 你留小信 老汪上的脑袋干净了 这咱俩咱俩干 是 我去管车 我去听啊 好 谢谢啊 是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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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不做地气下 该怎么做 应该知道吧 道人 老爷 好了没有 这么长时间 好了 好了 要是没在将军回来之前 把房子打倒干净 你们都在心发 是是是 怎么门也没关 你们平时都这么一大一 我们没解放好 快快快快快 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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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 四副官 小乔 李文宇呢 我打电话去 让人家问过了 我就说 有可能去送家了 送家 什么就都没回来 一定出问题了 你去酒下 拿一瓶最好的红酒 是 爹 你回来了 这次 只要给他们的颜色就行了 不要把事情搞大 我只要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风尘的天 明白 这不是林小姐的胸针吗 爹 徐初来了 徐初来了 您看徐初多有心啊 宋叔叔 我知道您喜欢喝红酒 特地二人呢 找了一瓶上等红酒 好 好 徐初 你有心了 快拿来我看看 宋叔叔 你看 没伤到吧 我没事 宋叔叔 就是可惜了这瓶红酒 无妨无妨 你的心意我收到了 来人 带徐初 讨课房换成衣服 少将 请跟我来 宋叔叔 那我先去换衣服 去吧去吧 少将 就在这个屋里花呢 就在这 出去吧 不用了 别扭 杀了 杀了 我 不 不 我 我 你 我 我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怎么出去 过来我告诉你 就在这说吧 你确定要离我这么远 不怕声化声 谁呀 给你送衣服 怎么不需要 我还以为你要看我换衣服呢 又不是没看 放那吧 我怎么觉得 你想做点乖乖的 哪里滚 你小子 是不是被我偷偷锻炼了 看起来皆是不少 哪有 好了 我逗你了 你找你时间换 我先出去 在这里查了一天 找到什么 我进他书房了 但是我什么也没找到 查了一天 什么都没查到 还让我去救你 这就是你说的查线 我要够着 你自己没张手啊 你难道不需要 表示一下吗 你请张手 好了 你自己没张手啊 你自己没张手啊 你难道不需要表示一下吗 你自己没张手啊 你自己没张手 谁 是我 进来 杨小姐 这是 换上的 装成我的尸子 宋叔叔 今天实在抱歉 下次我带几瓶刚好的红酒光 无妨无妨 不用放在心上 准之送客 是 想跟你说说谢谢 今晚若不是你 我恐怕无法脱身 冯先生 以后坐视之前 电量一下自己 手得破坏我的计划 您过的线索查到了吗 还没有 但是我查到另外一件事情 当年四进四 苏木的手下有批兵 找我们山匪 你的意思是 只要找到他们 或许就能查清当年之事 他们大多藏在山中 恐怕很难抓到 哪有办法 林文宇 是不是我给你太多好脸色 让你分不清自己的身份 对不起 我不是归天你们说话的 但是你们刚才说抓山匪 我可以帮你们 闭嘴 我警告你 不要随随便便插手我的事 出去 我觉得他说 可以一事 不必多说 我断寻出所事 不需要靠一个女人来插手 扔着人吗 我倒要看看 这包山匪有多狡猾 文宇小姐夫两天 是不是要走啊 好像是 我听警长在说 这次的货是一天 特别关重调谈 都送到人场去 人场 我给他说 你刚那条山路上 有个山地窝草 有山谁 对啊 很多伤罪都有求回答 伤贼窝子 平春 你说 如果我让他吃点苦头 最好是明天受罪 寻出哥哥 还会不小心 在这样宝贝他 是 小姐 平春 就就就 林文宇 这次 不让你一一撑撑不住 少校 刚刚得到消息 林小姐亲自带人 去抓那批山匪了 无知死后的女人 立刻上山 寻出哥哥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怎么来了 我爸今日宴起 商界重要人物 想请你一起参加晚宴 麻烦和宋叔叔说 今日我有要事在身 该人会请他家 寻出哥哥 快 快 快 老大快 中城大名鼎鼎的林大小姐亲自押货 看来这货可不简单的 你们是谁 枪是梗 干是花 一无姓来 二无家 连清风寨都不知道 还敢走清风山 既然我敢走清风山 你怎知我就是贸然前往 好啊 那我们就看看我们林大小姐 给我们带了什么宝贝 来人 开箱 你不讲的 什么不好消息 不是说有贵族物品吗 是这么说的 说都是一些药材 可以大转一遍 将军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运一些空巷子 找你们当家的来 我跟她聊聊 可以不找你们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但是 有林小姐这绝世容颜 做个压寨夫人 倒是挺不错的 你想对我的小姐 我跟你们走 放过他们 跟他们没关 好 神畅 将我的路上新一家 不知道哪里得罪的军演 使得你们这么 劳实动作 放了我的女神 我就放了你们 好说 先放了我的兄弟 现在是你可以跟我讨价还价的时候 来啊 倒是出来江湖混的 我欠着谁 我该着谁 放了我的地球 怎么井水放河水 听到没有 看杨寻初 您是 何盛安 你认识我 他是我爹以前的手下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段司令的次子段寻初 段寻初 我是苏木的女儿 你是 你是苏副官的女儿 你还记得吗 小的时候我经常去我爸办公室 您经常给我买糖吃 真的 真的是你 何叔叔 我找到您 就是想问您当年的真相 当年段家出事之后 警察听起案说 是因为我爹出卖了司令的行踪 所以段家才被害的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段司令的死 真的跟我爹有关系吗 苏副官 绝对不可能出卖司令的行踪 当时段家出事的时候 苏副官在外生采购巨绪 他也是当日回来的时候 才知道段家出事了 他带着弟兄们 感觉救司令 结果这一局 就再也没回来了 你要是敢让我知道 你说得有半句巧 你可以去查一下 苏副官的出生记录 就知道真假了 司令死后 我们这些苏副官的手下 都成了半句 我们为了活路 才来到这大山里面的 那您知道真凶是谁吗 司令政绩太多 我们也不知道 只知道宋将军 在事发当时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可是 终归是晚了一步 所以 不是他 应该不是他 我问你 你们真的想要占山为王 当一辈子圣贼吗 什么意思 若你说得属实 我愿意将你们 重新收费巨统 并安置好你们的家人 你们可否愿意追随我 你们原本就是我断家的人 我弟虽然已经不在 但我重逝断家 你们仍旧是我断家的人 愿誓死追随少将 追随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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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慢点啊 上我们的车 我帮你 你先走下 这个走 来 林渭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 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 就敢冲山飞窝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出何叔叔 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他们以前可都是军人出身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 你早就没命了 谢谢你啊 寻初 你要是真想谢谢我 就得学会什么山恩分收集 我没想到 你会让何叔叔他们重回军队 我收编他们 只是想给曾经的这些军人 一个落小之处 更是为了保护全城的百姓 任由他们联闻流寇 确实 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 你爹的事情 我自然会派人去查 对不起 是不是刚才受伤了 我帮你去医院 走 寻初 段寻初 你醒醒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段寻初 你伤得倒着寻初 寻初 有人吗 进来 进来 寻初 别过来 我没事 你什么时候醒了 也没有醒醒 你骗我你帮我看 我已经一个人走过这个风 抱歉天一枚和你演到最终 从心动到心痛 也算隐忧 我忍住眼泪看你爱的剧情 文姨怎么了 看着不同观众 会勇于守护你 从你 你叫什么时候说的 为什么告诉我 我 不让我自己走吧 你放不下来 大夫大夫你开开门吧 我弟弟冰了很重 他的头好烫 救救你救救他 救救他吧大夫 下次给开开门吧大夫 那个时候你还想 一人黄空 看着你 再多说一句 只愿不在空 我只能当在不中 只愿离你的人生 林小姐 您的窗口有些发言 这几天最好不要下地 也不要碰水 那你的伤呢 我没事 小伤而已 林小姐放心 绕疆的伤口已经处理过了 谢谢 不客气 扔薰我 你查了出场记录了吗 孙副官去查了 那宋正远呢 何成安说 宋正远跟我爹是过命的消息 曾多次在战场上 救过我爹的性命 当年断家出事 宋正远也是第一时间 敢去救我爹 而你 在宋家 却什么也没有查到 难道真的跟宋家没有关系 目前没有证据 能证明是他们偷的 这件事 我自会调查 你以后 不要再去宋家 宋主 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首相 山匪的事 我查到线索了 把林小姐行踪 通路给山匪的事 是谁 是宋正远的前进 宋外战 放开我 谁知道我是谁 他不会让我听到 他不会让我听到 宋初 你怎么不在这 林文宇的行踪 是不是你透露给山贼的 你在说什么 雅人当车队被劫的事情 我也是刚听说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说 你不承认 段宋初 你凭什么怀疑我 要是什么爸爸知道 你们的那个女人绑架我 你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吗 来 进来 宋小姐 这个人 你不觉得也是我 段宋初 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说 小夏 我和平春认识 那天平春带着宋小姐 约我见面 可是我两块大羊 叫我给山贼送信 告诉我 林小姐会带着贵重的药材 从青丰山经过 去云城 让他们 让他们绑了林老板 躲了药材 没有 我没有 他选个非人 就是你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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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让我 别让我 快 别让我 别让我 林初长 宋小姐 我劝你最好说是什么话 小夏 小夏 小夏都是我干的 不管我们小姐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小弟小姐出口恶气 小夏 是 那把你也杀了 来人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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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听说 林小姐 成立属于122的女商业 那些过瘾 我中心想失忆 他的胆来后没想害的 林初 我 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 我没有想过要他做女人 林初 我怎么做 都是为了你 开恩兴 好玩吗 告诉我 不要再招惹林文宇 他对我还有利用价值 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 这次我就先放你了 如果你再敢认识 生非破坏我的好事 我饶不了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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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一个女人 危险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李维远 我要杀了你 小姐 平川 去口上给我回家了 我们去杨人谈 小姐你怎么了 起开 我的大小姐 你又怎么了 爸爸 段荀初欺负我 好了好了 你看你碰到垢面 他怎么你了 我就想教训一下那个林文宇 结果 结果荀初居然为了这件小事绑架了我 这个林文我一定要弄死他 洪荡 爸 没想到这事跟你有关系 你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祸吗 拉着一条人命 你写得如此而戏呢 爸 段荀初过宋怀年也就算了 我 我还是要为神经病 我知道 王局长 段荀初最近都在干些什么 宋将军 前些日子 少将收编了一窝山匪 怕是要扩充军队呀 山匪 就是那个苏慕的手下 当年苏慕死后 这些人就跑到生产里躲起来了 我一直派人追捕他们 没想到 还是被段荀初抢先了一步 完整这次倒是无打无撞 段荀初竟敢私自手边他们 可见死马赵之心 你先回警察听吧 好 那我先走了 爸 坐 银库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一直在盯着 但是段荀初从未透露过银库的线索 所以没有任何警察 银库的钱本来就是我打下的江山 却被段荀给独吞了 如今 我也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 管您 这件事你务比定谨 虽然段荀初很狡猾 但他一定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 放心吧 管您 你到宋家多少年了 七年了 爸 七年前要不是您受养了吗 我早就死了 好孩子 好孩子 别忘了 是段荀 害死了你全家 让你变成了孤儿 就连你头上受伤留下的后遗症 他们 真是他们 你永远不能忘记 妈 段荀的仇 你不会忘 刚才你也听到了 段荀初这小子 收变了山匪 还现在是否变硬 怀宁 给我定情他 尽快找到银库的下落 只要找到银库 爸爸亲自帮你报仇 谢谢 我一定要让段荀初一场 一场我所造出的痛苦 你先下去吧 将军 您真的想想宋怀宁 所以这些年 我才让你一直盯着他 对了 深知 以往万一 你去帮我处理一个人 好 我先出去吧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喝水 喝水别动 谢谢 你不用一直在这里的 你要是有事的话 先去办事 我要走了 你好继续给我惹麻烦 温宇 我来看 你去注意咋 还你啊 你别动 几天不见你 我打电话去雅仁堂 才知道你生病住了院 总有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怎么能自己去呢 我是雅仁堂的老板 这种事当然是得我亲自去了 还好寻出救了你 凤小八 算他命当 你们这个样子 倒像是认识很多年一样 他只是负责给我看病罢了 看病 你怎么了 你还记得吗 我一直有可写的毛病 前阵子 查出来被人吓了一种慢性毒 慢性毒 谁干的 我先后没有线索 俊处 你还是小心信号 你刚回风筝 多少有些不服你的人 背后里头小小动作 若是有线索就交给我 我去把修处抓出来 文宇 我还有事 你就先走了 你好 谢谢 他老板你这么讨一趟 俊处 文宇还在生病 别总是对他那么凶 你跟宋怀宁的关系 现在很好啊 我跟他就是普通的大夫跟病人的关系 大夫跟病人 我看你们的关系倒是很亲热嘛 他叫你什么 他叫你文宇 这是简单的称呼罢了 告诉过你 宋怀宁原点 你 谁啊 是我 林小姐 您的伤势恢复得不错 要终于休息啊 谢谢 寻初 走 我带你去见陆葵家 如今何时安证明了你父亲的心本 说明他做了我一场 我们一定要救出那个幕后人 走 死了 我们还是来万里 线索右端 到底是谁 总能快过闭人 周朴 周朴 你最近小心 什么消息 段司令生前确实有一个平坡 但是没有人知道在什么位置 银库 派人发出消息 就说我已经找到了短假银库 是 我先送你回养人银库 我先送你回养人桃 晚点再去找你 好 温月 怀宁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昨天出院 怕你一直在医院没有胃口 想带你出去吃饭补补身体 可或是说你已经出院了 你真是有心了 走了 现在去也不晚 怎么了 你还有事 告诉我 你送怀宁远体 没事 走吧 温月 少将 毕头 你叫小姐 小姐 和朋友去吃饭了 朋友 谁 谁 谁 将军否得 送怀宁少爷 上次你请我吃馄饨 这次我请你吃饭 味道还不错吧 这家的厨子 可是老板重新 族上海玩来了 味道确实不错 谢谢你啊 怀宁 走吧 我送你回去 多谢 我自己来 我们不是朋友吗 不要跟我走前来 孙副官 孙副官 你怎么在这 怀宁少爷 少将他独有发作了 让我来请一下林黛 林黛 麻烦你跟我走一下 他独有发作了 孙副官 你怎么在这 怀宁少爷 少将他独有发作了 让我来请一下林黛 林黛 林黛你跟我走一下 他独有发作了 对 啊 您那我先走了 好 小心 马上去快看 是 孙副官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寻出呢 寻出 寻出 孙副官 你放开我 你弄疼我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每一次 我都觉得特别厌恶 我告诉你 除了宋怀宁 我还跟好多 你不认识的男人 纠缠不清 林黛 你为什么要保持 他怀疗耳疯 你为什么不听 就算跟别的男人结婚了 也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那我就先杀了那个男人 杀了你 你放开 林黛 你能不能离别的男人远一点 你知不知道自己 就像一只变色龙一样 你从来没有哪一刻 你从来没有哪一刻 你放了吗 那几书 你帮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身边扫了扫 你要干什么 那几书 到底要干什么 今天就跪在我端家全球的排位置 给我好好忏悔 段徐冲 少将 给我跪在这 好好忏悔 少将 刚刚提到线报 苏副官的出生记录已经查到 当年 他的确在来赛过军训 他吸毒嫌疑了 我知道 林小姐他 你先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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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记录查到了 你父亲 他说过的 你听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 我爹是无辜的 我爹他是无辜的 你 老许 你干什么 别动 放开 你的时候离开了 我帮你换药 你放我下来 不要却住 给我 给我 你出去吧 我自己来 我先帮你上药好不好 我让壁桃帮我上药就好了 上好了我就出去 好吧 等他换救说 我没事 小时候受伤 原来是这么给我少养的 擦出疼的时候 出于是最好的 总有些答案没拆穿 我幸运游过一段漫长紧绊 说喜欢未试过完 想当初相询 也收心冒汗 真好了感官 错过十年换重逢 广阳间的夜明 白兜兜转转 我听说后患说 你都要发作了 没事吧 没事 其实 不是种 出去吧 少爷 手下查到了 怎么样 手下查到林文宇和段玄初是书嫂关系 是吗 你说什么 段玄初和林文宇是书嫂关系 他竟然是苏木的院 段勋锐的未婚妻 他不是什么林文宇 他是苏文宇 那这么可能 他愿意做我的家庭医生 极有可能是在故意接近我 你说呢 对不起爸 我也没有想到他一直都在利用我 罢了 他们早有预谋 不是林文宇也会是别人 这家人害死了你全家 现在又盯上了我们 既然他们已经起了疑心 想要利用他们找到林库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那你 这是段勋锐他们段家 组出来的预备 当年他亲眼目的他大吓死 但至今都没有找到尸体 你拿着这个 去冒充段勋锐和段家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打消对我的一心 我们才能找到林库的下午 爸 段勋锐身上又有一块吗 是的 他们兄弟俩各有一块 一模一样 爸 他们会相信吗 那时候他们还小 时间过去很久了 你放心吧 只要有这块预备 他一定会相信你的 爸 这块预备 怎么看着这么严重 不过是块预备 大同小异 怎么 头又疼了 你先下去休息吧 这件事 我会帮你安排好的 小姐 小姐 少将说了 在您的伤没好之前 不要随意下船走动 我这天小伤没什么大型小怪的 我再不出去走走都要发霉了 可是小姐 这样吧 你给我打喷水 我洗个头总可以吧 少将说了 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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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天是少将 我的话都不听了 小姐 我不敢 行了 我伤的是脚又不是手 快去吧 毕桃 你今天手机好大 嗯 听见了路太短暂 缘分转弯 谁愿慌操作审判 该如何清算 贪恋的纠缠各自灿烂 总有些大烂 没拆穿 我心拥有过一段漫长羁绊 说喜欢未试过弯 想当初相识 也收心梦 你爸妈就是我特别爱的 错过是连环重复遗憾 我恍然一眼 都明白那是爱一生 回忆里想 怎么是你啊 哭了天的算 刚才是你帮我谁 不是要我好想什么人 你乱听说 你擦不好 让毕桃来吧 好 我过去再来看 你怎么出来了 屋里太冷了 我出来晒晒太阳 外面风荡 别做太久 别疼 来我收房一疼 是烧酒 小姐的伤怎么样了 回哨匠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你们小姐 平时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小姐最喜欢穿的是旗袍 旗袍 笑起吧 是 旗袍 小姐 这些旗袍都好漂亮啊 林小姐 这都是当季的新款 少将说了 让您全部都试试 说是喜欢 就都留下 小姐 少将对您可真好 这些旗袍我都不喜欢 你拿回去吧 林小姐 您试都没事就让我拿回去 这我也不敢违抗少将的指令啊 是啊小姐 小姐 你网日里不是最喜欢旗袍的吗 你看看这件 这件多好看啊 林小姐 您就先试试吧 若试了真不喜欢 我也好像办事要讲交差呀 好吧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 喜欢吗 我去换下来 干嘛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 我先去换衣服 你在逗我 没有 还说没有 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太晚了 这些年因为误会 我一直恨你 也做了很多伤害的事 我知道都行于事无谱 所以现在 我想请我所能的弥补你 谢谢你 那年所有人都觉得是我爹害了死人 有证人 也有警察听解案 你不相信他是正常 好在我终于还他千百了 过去的事情我已经不想再提 夫人和司令待我视如己出 我现在只想找到真凶 替他报仇 小姐 怎么样 见到寻初哥哥了吗 少将他不肯见我 连小姐亲手做的蛋糕他都不肯说 怎么了这是 老爷 你先下去吧 嗯 怎么了 怎么啦 老爷 谁又惹你生气了 见也不见我东西也不收 还要把你拉成什么样才可以啊 你还好意思怪寻初 你差点要了寻初嫂子的命 您说什么 什么嫂子 大眼是刚听说的 原来林小姐是寻初大哥的未婚妻 寻初的嫂子 嫂子 嫂子 林小姐 毕竟 嗯 毕童啊 少将呢 少将去处理公务了 我出去一趟 小姐去哪 今天的生日 你还要做大嫂子 你还要做大嫂子的呀 哎呀 这要我说呀 您还是离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远一点 毕竟 少胡说八道 我跟寻初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我胡说 这难道不是风扯几人庆皆知的仇闻了 就是 大家看啊 这就是勾引小叔子的女主角 雅人唐林老板 呦 原来就是她呀 表面上及时做的 实际上背景也干这种口 就是 听说她和少将住在一起 什么断架 就只有他们两个人 真是少风败的 小总 放开 你敢动不开小姐 住手 住手 你干什么 你竟然放这个背景的见人 你怎么会有这枚玉佩 住手 住手 你干什么 你竟然放这个背景的见人 你怎么会有这枚玉佩 这年前 段谱出世没多久 我在附近发现了受伤昏迷的怀宁 这枚玉佩 当时 就在她的身上 只是我万万没想到 她居然是老断的儿子 将军 如果怀念真的是徐瑞 那您当初为什么没有认出她来 我碰到她的时候 一身伤痕 而且她的脸 已经被烧得面目却非 我请了国外的一声 好不容易才救回她一命 醒来的时候 更是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可是你是在等附近发现的她呀 当年那场火灾千年奇广 我又怎能知道她是哪家的孩子 更何况当时我一心沉浸在断胸一家的遭遇中痛苦不堪 如果我知道她是徐瑞 岂能不让她和徐初相认 那 那玉佩 这是十年前 我弟娘送给我跟我大哥的 正好是一对 不可能 我怎么会是徐初的大哥 老断舒适的时候 我没来得及救向她 如今你们两兄弟在有声之内的冠军 我也算是 对得起老断了 许初 欢迎 我大哥后背上有一块鸳鸯型的台鸡 saf maan 属生 了 水 冬 爹 娘 我找到大哥了 原来他这么多年 请一直在我身边 怎么会这么久 大哥也有约压性怀疾 怎么了 他又疼了吗 没事 爹 娘 徐飞回来了 这些年 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以后 你会找出 我还定能的凶手 为你们报仇 为什么偏偏是宋真人收养 这一切都这么巧合 听你成立 临时车程序 再有个黄魂 邂逅街角 某个香蛋 在回忆转身 如果我思念又是你 下一场雨期等天晴 小姐去哪 今天到生日 我不管你让我听见你回应 是不是能和我一样坚定 让我苏醒望见那双眼睛 等待是人话将被我却心 我意爱证明不管你 照着我靠近 我装心愿意几个气随随我别气 倒过四季遗憾就不会眼光眼落地 而你就像风起 我意爱只能不管你不要再远离 用水把剪离往后患于武器来伤心 而你像一片地语 落迹而若离 寻初 稍微快乐 如果不管你让我听见你回应 是不是能和我一样坚定 让我苏醒望见那双眼睛 等待是人话将被我却心 我意爱证明不管你 想着我躺起 都诚心愿意几个气随随我别气 倒过四季遗憾就不会眼光眼落地 而你就像风起 我意爱证明不管你不要再远离 你把剪离往后悔于武器 相信而你像一片鱼 让我苏醒望见那双眼睛 我意爱证明不管你 想着我躺起 都诚心愿意几个气随随我别气 倒过四季遗憾就不会眼光眼落地 而你就像风起 我意爱证明不管你不要再远离 你把剪离往后悔于武器 没相信而你像一片鱼 苏醒眼落地 我不四季遗憾就不会眼光眼落地 但你正像风起 我意爱证明不管你不要再远离 你把剪离往后悔于武器 没相信而你像一片鱼 苏醒眼落地 你的耳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 银户到底在哪 文宇你醒了 我刚准备了早餐 哦好 啊我自己来 少将晚真小姐来找你了 晚真快坐下来一起吃早餐 林小姐对不起 之前的一切都是我太不懂事了 您可以原谅我吗 文宇 晚真年纪小 我懂事 你啊这次就原谅他了 坐下吃早餐吧 文宇 你尝尝这个姚煮粥 是今天早上了 特意让夏人去精英楼买回来 徐瑞 你不用这样的 我们像以前那样就好了 谢谢 你不喜欢吗 我只是觉得 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 我想把过去错过的时光 给弥补回来 徐柱哥哥 文宇姐姐都不生气了 你可不可以不生气啊 你们俩 那你今天陪我去逛家吧 好 那你们慢慢吃 我先走了 拜拜 文宇 你喜欢花吗 大少爷 大少爷 他去给林小姐买花了 还说 要带林小姐去吃什么烛光晚餐 四副馆 不要操心你不该操心的事 出去 是 大少爷 你不该操心你不该操心的事 大少爷来了 文宇 华娘 这些花送你 本来想送你红玫瑰的 可惜跑遍的全程都买不到 今天只能送你强威了 你手怎么了 这花是我从郊外摘回来的 可能花伤了 不要紧 蜜桃 把双双药拿来 是 文宇 你还没说喜不喜欢我送你的花呢 谢谢你 文宇 我做这些 只是想弥补这些年对你们的缺失 我和徐柱本来是好朋友 可现在成了兄弟 反倒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彼此了 毕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我们都多给彼此一点时间吧 好 文宇 你知不知道 徐柱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看她整日和孙副官早出晚归的 如果有什么需要 我也可以帮她分担 她的公事我是从来都不过问的 如果你要是想帮她的话 你可以亲自去问她 好了 我过去忙啊 你先歇一下 怎么回来这么 君叔 我们已经吃过饭了 你手里拿了什么 我送给文宇一束花 为了这束花 还是要点小伤 好在有文宇给我做了包装 严重吗 没事 小伤 小小小心一点 那既然你们已经吃过了 我就先去休息 诶 君叔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有点累了 海娘 我去看看她 好 好 早安 文宇 君叔 早安 海娘 哥 你这么叫我 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还都是干嘛 我买了好东西 走 尝尝 小姐 这是大少爷买的姚珠粥 好 我来吧 谢谢 我自己来 我今天啊 是有件事情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我知道有些冒昧 但我必须直说 从我见到文宇的第一眼开始 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些日子相处下来 我头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 我想尽快和文宇完婚 这是爹和苏副冠的心愿 海娘 我 文宇 我知道有些冒昧 但这件事情 常常让我也不能眉 还是说 我不在的这些年 你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还有 我听说 这些年一直被我收换 你心里有我 对吗 换 许类 我与你之间 确实有着父母定下的婚约 所以我自然是要嫁给你的 既然如此 那太好了 我这就着手准备婚礼 既然如此 那太好了 我这就着手准备婚礼 君初 你教我有时间吗 不如陪我和文宇一起试试婚伤 我吃饱了 还有账本要看 你们慢吃 太害羞了 林小姐真是好福气啊 这几件是西洋 目前最流行的款式 全被宋先生给定下来了 我的新娘 会杀定是独一无二 怎么能与其他人召身呢 林小姐 要不你先试试这件 好 来 收拾一下 哎 进出 你去哪儿 洗手机 你来干什么 你真的要嫁给他吗 我 回到我 徐瑞是你大哥 我本就是他为过门的妻子 我嫁给他是天经地义的事 原初 徐瑞当年为了救我们自己差点烧死 这些年他在宋正月手下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无论是你还是我 都不能再亏欠他了 你究竟爱不爱他 这还重要吗 我跟他的亲事是我爹自幼定下的 这也是我爹和司令最后的心愿 如今他还活着 无论如何 我必须要嫁给他 文宇你好了吗 你出去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真的想嫁给他吗 如果不是你告诉我 我就跟他好好聊聊 文宇你换好衣服了吗 你走 出去 文宇 文宇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没事了 许瑞 这个婚纱有点不合身 你可以去问我老板还有其他的尺碗吗 好吧 我这就去 你小心下 你怎么能不要再回答我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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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这样还来疏忘 还以为来人方向 记住不许风浪 你却光荣无心慌 多么荒唐让我学会点亮 自己的重量 我唱了 我听见深海人潮 全都听你喧嚣 躲进你中海角 我听不见你纷扰 与时敞开太后的拥抱 你却从了空袭中逃跑 我看这样还来疏忘 还以为来人方向 记住不许风浪 你却光荣无心慌 多么荒唐让我学会点亮 自己的重量 小姐你找我 毕桃 你替我去封城找最好的媒人 让她物色个世家 与少将年龄相仿的女子 记住 一定要超最好的 小姐 你这是 我打算提寻出寻门轻视 祝她真正的陈家里一夜 一位司令的在天之灵 是小姐 去吧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别让我去封城 我去封城 跟我说没了 没错 我是在让她留一世灵的姑娘 这样你多管闲事了 长嫂如梦 我这不叫多管闲事 你放开 你 你又没有问过我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你喝多了 本群出去快快出去 问我 你喜欢什么样的 如果我说 我喜欢的是你这样的 我喜欢的是你 你别胡说八道 我是你嫂子 嫂子 你跟我大哥 这是父辈的口头婚约 连正式订婚都没有 送我奶妹的嫂子 你 你清醒一点 段寻初 你怎么连最喜马的李依连耻都没有 我要知道什么事 连是我怎么坏上自己的嫂子 我又知道什么事 连是我怎么坏上自己的嫂子 你给我出去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李玫宇 我承认 我喜欢你 你呢 你快点给我出去 你盯到没有 一句都没有 我还以为你是天使 守护我天使 看尽我所有的样子 直到现实都被闯雪 你理直的样子 你终于脱离了现实 我听见伤害人仇 全都因你喧嚣 躲进以后还叫 我听不见你 于是敞开最后的拥抱 你却从风隙中逃跑 我刚刚刚好来说 我还以为来日方向 经受不起风格 你却总让我心狂 多么慌张 让我学会点亮 自己的忠告 地道 躲在这里 打他一会就回来 你在这里走好了 拿好这个 别害怕 你睡得太冷 一定要保护好的钱 我们相信 你们坐在那 地图 难道这是断加银库的地图 死不过 手下地图上的位置 还是请摸摸你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是 谁啊 文宇 我是怀宁 你睡了吗 还没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文宇 你来看看西铁的款式 都挺好的 你定吧 那就这个吧 怎么样 像你一样 简介大方 好 对了 我刚才看孙副官 带着一队人马 匆匆地离开了 这么晚了 他们要去哪儿 文宇 那你知道寻出 最近在忙些什么吗 我看他整日和孙副官 早出晚归的 如果有需要 我也可以帮忙分担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兴许是办事去了吧 好 那西铁的款式 就定这个 好 好 我这就吩咐下人去办 你早点休息 您到底想干什么 您到底想干什么 欢迎 文宇 你去哪 去将军府 给爸和婉珍 送我们的西铁 我跟你一起去吧 这么重要的事情 应该两个人一起到场 好 我们一起去 最近宋小姐带你如何 自从她知道我是段雪瑞后 倒是比从前温和了许多 这些年你在宋家 受了不少委屈 不过我知道你心善 惦记宋将军对你的恩情 没关系 文宇 你不必担心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明媚正确的态度 我不会让任何人 平白无辜的欺负你的 对不起啊 徐睿 我现在还不太适应 没事 我愿意的 谢谢你啊 徐睿 你头痛的发售啊 我先扶你回房 白娘 要不要让宋将军来看看你 不用了 昨日风车沙会的主会长 在宋海楼宴请他 他带着婉珍去复验了 文宇 辛苦你了 我想先休息一下 好 那你先休息一下 少掉 我发现了一件很蹊跷的事 说 这宋振远 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缺钱了 宋振远缺钱 这些年来 他的军队靠着给当地的一些富商提供保护 从中获利来共挡军队 喂 寻出 封城商会的会长 今天晚上会在宋河楼宴请宋振远 请你一定要帮我拖住他 林文宇 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 我是不是告诉我 你不要你插出我的事 我觉得环境有问题 所以我跟他回了宋家 现在宋振远不再正式好时机 你一定要帮我拖住他 听到没有 林文宇我 我拖紧我拖紧我拖紧完了 买到河楼宫 然后我拖紧我拖启远 你吗 我拖紧我拖紧我拖呢 我拖紧我拖紧我拖紧你 但是我拖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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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是不是不要妙了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等着你给我贴麻烦吗 走了 我发现 你给我去查 是 怎么办 你刚才胆子不是挺大的 现在是害怕了 这么高 别废话 我下来 我记着你 你怎么了 玄珠 要够了吧 回去再收拾你 你知不知道多危险 你自己看看这些都是什么 宋真远这些年一直在让警察厅的人调查你 十年前 他们结案说我爹就是害死司令的凶手 现在看来他们早就过结他一起了 我只是不向你出事 如果千万被他们发现 你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对不起 我没跟你打招呼就自作主张 这么多年来 宋真远留着我不伤 想必他一定是想从我身上得到断僵引库的下落 宋坏宁也一定是他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 你看 你去去去 你们干什么 你们是不是不想活的 放开老子 放开老子 放起来 这么多年 警察去局场位 做的还稳 队师储 你接着看 给放老子 放了老子 给你放老子 啊 十年起 你负责调查断家的灭盘 告诉你 泄露我弟行踪的人究竟是不是苏慕 王先生 我听说你我儿子 刚刚这 王先生 绝对不要再给我的家人 苏慕没有泄露断司令的行踪 是宋真远啊 宋真远 宋真远 想要得到断家的强和权 他那段司令在军队 是没有处备把守 宋真远 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别在暗地 监视断司令 直到出席 起来 叫苏慕定罪 罗 段少长 段少长 我这都找了 叫你放过我 放过我 行的事 让他把医生都讲清楚 段少长 忘了我儿子 少将 孙副官 宋真远这些年的兵力情况如何 他带兵战手封城多年 早已名声在外 而且当今段司令留下的兵 几乎都留在他的手里 少将 您这时候出面 恐怕很难得到新人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他与警察警有勾结 我们更不用轻举妄动 新王的现在如何 还在审问 继续言行逼供 直到他交代清楚 与宋真远勾结的每一个罪证 是 收下 我想跟你说一些事 我觉得环境不对劲 你发现什么了 他前几天问我孙副官的去向 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受到宋真远的指示 所以我故意找了借口 跟他一起去了宋副 少爷 我们跟踪少将的人 到了一处破庙 他们似乎在那里挖着什么 走 带人去看看 是 啊 把箱子打开 算算 张爷 全部都是空的 空的 撤 你 走 行出 我温远 你们这是何意啊 哥 你是来找段佳赢库的吧 你在胡说什么 妈 我只是来调查一些事情 不要再骗了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已经查清了段佳面文的真相 这一切都是宋真远的阴谋 怀宁 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原来是你一直在给我下套 让我放你钻 营货里的东西 我早就准备走了 我不知道宋真远到底跟你讲了什么 让你这么相信的 哥 我们才是亲兄弟 你被他给骗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赶紧再利用我 你说 哥 你先冷静 我会给你解释清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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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宁 坏宁你怎么了 没事吧 放开他 如果不想他死的话 你就乖乖把枪放下 放下 全部都把枪放下 全部都给我退出去 都吹出去 怀宁 你不要听信宋真远的话 他是你的杀父仇人 你痛痛 怀宁 你是不是头痛病又犯了 哥 你不会杀阿卫宇的 你还不知道吧 你不是段家才是我真正的杀父仇人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段徐瑞 这些都是宋真远早就安排好的 是他故意让我接近你的 这些年 我有无数次机会杀掉你 要不是他让我找一哭 我真的就把你拯救了 哥你别批让了 我有证据 我有证据 你有屁的证据 自作官 王局长 是啊 少爷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你真的是段徐瑞 当年 暖家大爆炸 让你失去了过去的记忆 宋真远以为你身上有严寓的秘密 便收养了你 后来你一直在调查 却一无所获 他不得不让你去接近段徐处 为了让你心甘情愿 他又编造了一套谎言 让你以为 你父亲的死是段家所为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在骗我 他在骗我对不对 不可能 啊 我看到 啊 啊 哈哈 哈 谢谢你了 老板来把我回过 好嘞谢谢老板不客气 文远你带你出现走 去那边快走 还要 哥 许润 还你 许润 许润 哥 哥 哥 你怎么样了 哥 段俊冲 你在救人 你就是我哥 我这场话 还有玉佩 以及你背后的胎记 这些都冷上瘾 你为什么 不会叫人呢 阿娘 我一直送真远 我要回家 我一直送坏你们 我 我差点就找到段家的银哭了 可段许润的小子骗我 关宁 我听说了 前日在破庙 你被段许润发现了 好像 还传出了什么谣言 说你是 段许润被了骗我 还真是我是他十三多年的大哥 可能段许润早就死了 我演演的还真心 你不怀疑吗 你在什么吧 没有你 我怎么可能会有现在的生活 外面那些风天风 怎么会影响我们 物质之叠的感情呢 说得好 好儿子 快起来吧 首相 休息 宋欢宁回到宋家之后 恢复了宋家少爷的身份 这几天陪着宋真远 游走在日本人当中 看样子如鱼得水 十分得意 感觉怀疑不像是这样的人 会不会是有什么其他的隐情啊 难道他真的任气造福 不知悔改 还跟着宋真远通敌叛国 不 我相信 往他心口对我说 往下就去找他 别冲动 对了 这还有张纸条 是今早才能够发现 他们说 今晚宋家父子要灭毁日本人 商谈如何开放港口 如何收你军权之事 这是谁写的 还没查到 我怀疑这几种流渣 来 先生 习童 习童先生 尝尝我们松河楼最好的酒 好 来 我敬您一杯 松将军 你的这个儿子很不错吗 那还得义腾先生您多多关照啊 嗯 啊 我们刚才谈的事情 哦 义腾先生 您放心 我一定配合 有 行 来 我敬您一杯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请 放开 你们丢去军过 是你 你竟然怪我好事 练练自己 几经几阳 我那个都是我的人 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带我一起几经 你要是不想你的女人死 就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段徐瑞 松山远才是我们的仇人 不要再致命不误了 段徐叔 就算他真的是段徐瑞又能怎么样 只有我才能给他如法富贵 才能给他想要的一切 什么血海神仇 哪儿比得上真金白银呢 哈哈哈哈 我认识的宋凡宁 有理想有报复 即使被金人蒙骗 他也绝不会缠媒狗活 你认识的宋凡宁是假的 他不配你这样对他 过来 儿子 我看住这个脚尖 你带一灯先生快走 好 一灯先生 这边请 让开 我把他杀 够快送回你 你疯了吗 我不是送回你 我是段徐瑞 宋志愿 你投降了 你逃不就 都别动 我得看看是你们的枪怪 还是我的枪怪 往下放下 往下放下 放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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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啊 你啊 我对不起你啊 我对不起你啊 我送你医院 我送医院 谢谢你啊 我还是很在作风 差点害你 我对不起电影 对不起段下全家少下 哥 人不快 你还都快送这个 这些人跟你没关系 我不可以的 你看 就是没能夺做你今天的哥 雪初 爹 我想你们了 雪月 雪初 让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不再认识了 那时破妙一时醒来后 我便恢复了记忆 才发现这些年 我一直都在身自己祝福 我一直在仇人的余力下长大 孙大 净大 甚至为他做下许多不忍不义之事 却不了这一切竟是一场骗局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不奥回万分 雪初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 与你相处这许多年 我竟从来没有认出你 甚至还帮着宋志源冒害 为四季子 满心羞愧 索性这些年 我也曾有些时刻 把你当作亲兄弟 索性我们真的做过兄弟 这些年 因为父母的死死主 如今也该换回这个 做哥哥的努力了 这段时间 我经历收集宋志源通敌卖过的证据 希望你可以用得上 如果遭遇不测 不必伤心 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 文宇 我看得出来你早已和寻说两情相约 这一生经历这么痛悲欢离合 一世不已 放下一切枷锁 珍惜眼见 如今已是新生 不用被过去的婚约送困忙 努力去追求你要的幸福吧 寻初 如果有来世 我希望害到做你哥哥 欲凶寻锐绝必 宋志源 我一定要杀了你 为了我父母 为了我哥哥 为了我关家所有冤死的人报仇 让一部分军队精神守着将军 同时一批随时代名 您的意思是 现在已经是名牌 断寻锐一死 断寻出势必要报仇 但他忌惮我们的势力 目前还不敢轻去妄动 看来我们除了要防范 还要先下手为枪 明白 谁 我 进来 小姐 丫头 有话也敢把他说吗 爸 他虽然是你的羊子 但也没有犯下什么弥天大罪 你怎么下得去手啊 你一个女人家家懂什么呀 现在是断寻锐受到了蛊惑 向要爹的命 爸爸这是在自保啊 爹 你跟我说实话 断寻锐嘴里说的 是你杀了他们一家 是真的吗 王斩 你连爹都不相信了吗 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现在断寻锐一死 断寻出一定会受麻烦 我把你送到云城 待上一段时间 等我把事情解决 再接你回来 好不好 爹爹 我求你 你收拾吧 好不好 这个事情一定还会有别的解决 别 这些事情 不许你查找 回房间收拾东西 快去 这里是我家 我哪也不去 我这 你 这我还没把枪 过回你的宋家 寻出哥哥 我知道 你恨我爹 我也恨他 我不明白 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 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寻出哥哥 如果我左手 能让你今天好受一点 他杀了我哥 你算什么东西 告诉你爹 他的死期到了 寻出 你别这样 这些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他只是个刁蛮小姐罢了 赶紧离开封城 别再让我看见你 对不起 我爹正在集结军队往西城调 我家里住满了人 他们还说 说什么 他们说 会先下手为强 为什么告诉我这个 你们之间 还有别的解决办法 没有 别把你自己也卷起来 否则 我连你也不放过 宋振远说先下手为强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正在调动部队 如果说宋振远想硬碰硬的话 我们也不怕 宋振远如果真的想跟你起正面冲突 他必须要得到商会 还有军队的支持 如今我们在他家搜到的证据显示 他和日本方面有勾结 再加上王局长给我们提供的证据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们把他开放口岸 给日本人走私的事情公布一处 他就一定会面临众人的声讨 我去和主会长见你 司副官 你去见一面和尚 是 杜边先生 这件事咱们就都掉 杜边先生 你放心吧 您交代的事情 我一定放在心上 送杜边先生 是 请 告辞 慢走 告辞 王真 你跑哪去了 行李收拾好了吗 平川在收拾 我出去走了走 散了散心 刚刚那几个人是 那是爸爸的几个日本朋友 爸爸还有事 快去收拾行李 快点 将军 那边来消息了 明天孙副官会带林文宇出城 很好 送上门的午餐咱们得吃啊 干得漂亮点 我要的不是林文宇 我要的是银库的东西 和段寻出的命 是 喂 喂 天 怎么能吃起 什么电话都别打 路边接 给我带在房间里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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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出去 爹 爹 爹 没记错的话 一天没吃东西了吧 寻初 马上就要决战了 初会长那边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见他 还有何胜安 我可以找他 去找那些以前的老部下 我相信我们可以很快 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能不能暂时离开一下房长 你想都不要这么想 这个仇恨是我们两个人共捧的 让他跪在爹娘的牌位前赎罪 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 你放心 我是段寻初 南方的军阀都能拿下了 更别说宋真远了 等我抓住宋真远 第一时间就见你回来 我不希望你像任何的危险之中 寻初 我有话想跟你讲 如果这一切过后 我们都能平安无事的话 我们就澄清吧 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了 但是等我意识到的时候 我好像已经陷进去了 之前我们两个之间有仇恨 我跟徐瑞之间有婚约 所以我一直也不肯承认 只能默默地藏在心里 但是 这一次我觉得如果我不说的话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所以今天 我什么都不管了 我要告诉你 段寻初 我心里有你 所以 能不能不要赶我走 我希望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 但是一些事想结束之后 我们就立刻成绩 我只是不同观众 没权利在与你的 何半生 我还是 一个人做梦 一个人做梦 我把你相聚之后 你相聚 你久等那么疼 身边不在空 只能让个不同观众 只远离你的认诚 苏副官 我把他削开你了 务必要保障他的安全 放心吧 怎么停这儿了 这是哪儿 孙长官 我想路边方便一下 快点 啊往上往上 今天这 按照您的吻方 我把这带上来 那个银票 孙副官还没有回来 少将 他还没回来 少将 刚才有人送了一封信 坐下电话 坐下 将军有令 立刻给我马出仓库 出发 是你 宋小姐 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 所以我孙猫今天都带来到这里 你就不怕我们的人把你抓了 所以 所以我必须要吐一把 你家要怎么做 宋振元 万种构杰日本人 向风筝都收鸦片 风筝 很快就会被日本人吞噬 百姓 一定会 民不聊生 宋小姐 你若是神明大义之身 请跟我一起 取救烧脚 你 你们 会杀我爹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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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报告将军 外面的兄弟已经调查过了 是他一个人来的 够了 小春 你有什么处我来 被背地里做小人 君处 都什么时候了 还这么嘴硬 当家一个女人 自个什么本事 说实话 我挺佩服你的 还真敢一个人来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 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各自为营的时代 只有壮大自己的实力 才能在残酷的世界中生存下来 正所谓 弱肉强势 所以你杀了我全家 你那么多条人命 你不怕他抱有 你呀 还是太年轻了 当年你爹死活不愿意和任务 我劝了他 可他非要跟我谈什么国家大义 是 你们俩都一样 喜欢自寻死路 宋真远 还有你爹 我给过的几个月 可他不忠于 非要向段司令告你 没办法 我只能送他们一起去死 宋真远 你的所有恶行 老天爷都看在眼里 你一定会造报应 即使我们今天全都死在这里 你也不得善终 等到明天 你的所作所为 就会公之于众 所有支持你的商会 都会纷纷倒戈 知道真相的封城百姓 都恨不得剥皮八骨女 全城的媒体 都是我的人 你真以为 我靠着商贵的那些小虾米 能到今天吗 我告诉你 我真正的后台 是日本人 我给他们同商 他们给我支持 有什么不好 封城才信用的 不还是安居乐业 你们年纪轻轻的 怎么如此不知身前 按中让鸭片流入封城 让日本人欠了国人的血 你就是个卖国贼 你无耻 你简直和你爹一模一样 明晚不灵事故不化 说实话 我今天 根本就不得了往里走 正所谓 斩草出根 但是 我也不想一辈子做个恶人 就算是 给我晚年几点得吧 你要是答应我的要求 或许 我可以放明文宇一条生路 不过 只要看他在你兴住的位置 有多重要了 你放了他 我的命给你 但寻初你不能答应他 你要是不除掉他 全封城的百姓 永远生活在水上火热之中 闭嘴 我用你来救我 敌退王毅元阳 真让人感动 什么挑战 一 交出断家银库 二 解散你的队伍 并且 你们永远不能再回封城 寻初不可以 全队不可以 我有耐心 刀 没耐心 我给你三个手 如果你说了 一 他还是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了 二 不说 那西小冰的弟弟送库里 如果你的话属实 我说到做到 放你文宇一条生路 我别动 我换身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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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爹 爹 爹 отв 满 consig 翻 挤 你放了 我放个 version 我放个一集 被 好 我 你ought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得赶紧去医院了 知道出现吧死不了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都什么时候了 你很关心我吗 你别说话了 你再张下去血都要流干了 七年前的那一枪 我还给你了 休息 什么患不患你是不是有病 怎么两个手机吗 关于你的手上 全都靠踢踏 啊 来人 送上到区医院 来人啊 才有资格伴奏 身吻一蹤也一蹴 身旁也一蹴 一蹬也一蹴 你别睡 你别睡 别睡觉 你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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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受伤了赶紧包扎一下吧 小姐 是要将他不会有事的 你快走我们来吧 你别这样小姐 你走先走 你走先走 你太难忘 还好 没有伤到药海 换车现在一目大碍 需要出来关掉 谢谢医生 来 关于你的重重 真的靠听他 满床 也许活得像小丑 再有此的伴从容 沉稳一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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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比一次汹涌 既一动也不动 轮为你的放手 一口渴苦涩 你醒了 你现在还不能喝水 满一满 别别动 你太没事了 我的伤五代 你等一下 阿宇 阿宇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事了 我发誓 从此以后 我绝对不会丢下你一个人 哼 谁知道你以后还会不会做出这种下迷药的低级说话 我是男人 包括自己心爱的女人 死而无憾 你又开始胡说八道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共同面对 你又丢下我 好 我答应你 我们一起面对 我不会再让你开玩 我们一起来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什么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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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了段司令的万贯家财 才会杀人灭口 真是丧尽天良呀 将军 上会的老板们 找各种理由推掉了警察店前 卒会长 也拒绝了我们 哎呀 哎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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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cia 她涮到了 她涮到 часть 她涮到了 你醒了吗 你照顾了我一晚上 是啊就像小时候你照顾我 不吵了 你小时候我可没有 没有什么 你不是说 等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就跟我成亲吗 那我们还没成亲呢吗 你别 你不是说 告诉我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我我不知道 回答我 你非要这个时候问我 告诉我我想知道 我不知道 我好怕是在做梦 曾经我恨你 现在我放不下你 又觉得快对于你 又快对于大哥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我好怕是这样的 不过段寻初我告诉你 你还是要努力 你要是不努力的话 我还会冰下给你 努力 怎么努力 你 你没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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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场雨 淋湿这城区 在某个黄昏 邂逅街角某个想的人 在回忆转身 如果思念有声音 上次刚好一点 漂亮还车的 我在医院待了这么多天 实在受不了了 那就回来办法休养吧 嗯 玄初 我们还有最后一件事 十年了 该了解了 我这 不不 我这 那人快来人了 我这 你知道我爱漂亮 把我打完他 我打完你 你会一声 不要离开爸爸 爸爸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他一会 你把我打一会 爸爸打一会 我这 啊 真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進來 宋教授 林小姐 老眼混化了 竟然在封城這麼多年我都沒認出 你就是蘇文悅 昨晚我做了個夢 夢裡我爹娘跟我說 文悅 你不應該活在這樣陰暗潮湿的地方 你長大了 應該活在充滿陽光溫暖的地方 只可惜 他們沒有辦法跟我一起享受這世間的陽光跟溫暖 這個夢 來的還真是時候 拜你所賜 十年 我們無依無靠躲躲藏藏 現在終於到時候 宋教授 這個禮物我挑了很長時間 現在 我把他送給你 老少將飛行浪 我要感謝你把萬禎失手 送回來 時期至今的感受如何 或許這就是英國 這就是報應 我這輩子就這麼一個女孩 她應該去享受陽光 可她偏偏想不上你 偏偏 我又開了那一槍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靠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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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裡有什麼陣子 你沒吧 我跟我爹娘發過誓 我會讓你跪在斷家慈堂前 為他們守尊 我不會讓你死得那麼痛快的 我會親手 一刀刀把你給宰了 寄我天天在天之流 少將 我已經沒有了和你 淘價還價的資本 將死之人 起言也善 就當是我 還你的禮物了 這是這些年 我和日本方面的交易往來信件 裡面詳細記錄了他們的所作所為 你拿到這個以後 他們便會暂時收手 不過我告訴你 日本人不會就此傷罷甘休的 他們不像無數隻螞蟻一樣 你攔不住的 其實 我也只是一隻龍蟻罷了 少在這裡博取同情 犯愁了 我殺掉你們知情的那天 就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我這一生追求權利和富貴 做了太多的惡 是時候 趕換了 我這 別怕 爸爸來了 別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还好一些 还得起 小姐 你快歇一歇吧 从早上开始到现在 你就没有停下来过 我倒是没事 但是这两天城里 一直在有人懂一种风寒 我必须得研究出药方式来行 好吧 那我再去看看 还有没有新的病人 去吧 你去从风水中逃跑 我看着汉外说话 还以为来日方长 经受不起风浪 你却总让我心慌 都让我失贵点了 做自己的冲准啊 好 谁说你没事吧 你说我没有事 你怕那么高干什么 我起来帮你看看 别动别动别动 怎么了 我可以以为你是天使 诸乎我的爱 这种待会儿挺好 我所有的样子 直到现实都被冲斥 你累着的样子 你终于恋爱的样子 你终于恋爱的样子 好不好 好笑 不过我觉得还挺美好 你终于恋爱的 你终于恋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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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好像已经很久过 觉得什么事情是特别美好 我以为来日风潮 经受不起疯狂 你却总让我心慌 我以为我什么 我听见山海人潮 全都听你喧嚣 躲进离后害羞 我听不见你纷扰 于是敞开最后的拥抱 你却从风际中逃跑 我看见海外疏忽 还以为来日风潮 经受不起疯狂 你却总让我心慌 多么慌狂让我学会点亮 自己的重量 遥望 遗人心上 借月光向往 多早 重逢 走过几方 熟悉的脸庞 不忘 错过了时光 思念着城隆 万余千言之 声成墙 香味的声音 不必再流浪 遥遥无几步 去漫长 off 感优 优 烊